公正党前副主席蔡天强 以独立人士上阵巴都国席 除了党同僚努鲁伊莎和巴拉巴卡兰 相继以西蒙的利益 敦促蔡天强退选 批立公正党选举行动式发言人李文才 也以老朋友的身份 劝告蔡天强激流勇退 蔡天强今天在选区拜访选民时 表示要以人民意愿为依规 坚持不退选 他也否认自己分散选票 反而认为如果自己退选 让巴拉巴卡兰对抗国阵候选人 才是真正的让国阵得力 是的 尽管天公不作美 不过蔡天强今天还是来到了选区拜访选民 刚才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 尽管面对党内人士一个接着一个的要求 或者是劝告他退选 不过他坚持不退 理由是要以人民的依规为主 我参选的原因不是为了我个人 也不是因为我生气 或者是我颓赏 还是对党不满 因为主要是选民 巴图的选民 这么多年来和我在一起 他们非常期望我能回来 不管是什么看法 最主要我们必须要以 这个巴图的选民 作为他的意愿 作为主要的皈依 蔡天强表示 无论是入党的初衷 或一个政党的终极目标 都是要为人民斗争顺从民意 他也不点名批评 巴图人的声音过去几年不止在国会消失 在全国论述上也是不见踪影 如今面对来势汹汹 且拥有20年从政经验 财力资源皆雄后的国政候选人 如果自己退选 才真的会让国政得力 大家不必要在这个时候再争谁分散谁的选票 因为这个现有的国会议员 他有五年的时间证明他自己的能力 如果他获得人民的认同 自然选民会支持他的 加上他有公正党的支持 那么他应该是很顺利可以迎上这个位置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我所谓去分散选票 我觉得如果是我退选的话呢 很可能国政会赢这个选区 要对党内人士群起踏伐 深圳面临被开除党籍的命运 蔡田讲说自己出来竞选 就已经预料到会出现分裂 但无论如何多年的战友将是永远的朋友 不管是谁都好 我们多年的战友 不管我们的立场 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 但是斗争的战友永远还是朋友 尽管如此 蔡田讲说他至今还未接到党的开除信 但他强调自己本质上 都曾理念和西蒙吉兰也一致 一旦胜选 他将会保持初衷为民奋斗 八度空间张雨林情报报导